亲爱的弟兄,我是志诚 在这集录音中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手册的第163课 死亡并不存在,上主之指是自由的 那我们昨天读到这一课的第六段 今天我们会把这一课一起来读完 它最后面还包含了一整段的导词 就是它里面是用标开题所写的字 在奇迹课程里面都是导词 第七段开始,它说上主已死的观念是如此的颠倒是非 连神志不清的人都难以置信 这个神志不清的人指的就是在小我里面的我们 我们的心灵被小我迷惑 它把它叫神志不清 它说即使是被小我迷惑的人都很难相信上主已死的观念 所以在一百多年前,尼采写出那本书 然后宣称说上帝已死 那这个就很难让世人所接受 即使到今天都是如此 但是在小五的最深处,他却是如此相信的 那为什么上主已死的观念是如此颠倒是非 就是如此的不可能 那么你只要想想看 就是上主已死,那么他是被谁所杀的 那根据洗衣课程我们知道说外面没有别人 也没有别的心灵 就只有一个心灵,就是你的心灵 那么如果是这样看的话 岂不就是你亲手杀死的上主吗? 其实这是这一段的意思 不过可能这样讲太直接太赤裸裸太恐怖了 所以他是用一个暗示性的方式去表达 那么你看他说 因他暗示着那一度活着的上主 不知怎么的消失了 显然是被那些不想让他活下去的人给杀了 那这人是谁?不就是我们吗? 那么他说这表示那些人的意愿强过上主的旨意 也就是说我们相信我们把上主能够把上主杀害 那就意味着我们相信我们的意愿是强过于上主的旨意 我们可以扳倒他的意愿 那或者说我们相信我们的力量可以强过上主 这当然都是非常的颠倒是非 就是非常的荒谬 就大概只有疯子才会真的相信 但是我们就真的是疯了 而且疯狂到一个很极致的程度 那么相信我们可以把上主扳倒 就是跟他分裂 然后来创造一个所谓的幻象世界 所以其实很多人对齐克人说讲的分裂 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讲到杀戮的时候 每个人都觉得内内在有很深的黑暗跟恐惧 但其实跟上主分裂就等于是 但这是一个行而上的 行而上的一个杀戮 就是把上主给杀了 那个意思是一样 那因为我们原本跟上主是一体的嘛 那你要离开这个一体性 他又没有一个缝 又没有一扇门 所以你非得要把这个一体性 彻底的破坏跟摧毁 其实这个就是心灵上的一种杀戮 好 那么他说呢 从此永生只好让为鬼死亡 圣子只好跟天父同归于尽 因为你把天父摧毁了 那你自己当然就被摧毁了 你的实相当然也就被摧毁了 当然实相是不可能被摧毁的 只是你如此相信 那这个就是下面这个第八段他所要说的 他说死亡的信徒不会不害怕 就是如果说你相信你杀害了上主 那这个信念本身就是非常恐怖 那么甚至是 你又认为你没有真的把上主干掉 他还要再爬起来 然后对你进行报复 那当然是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你杀了他他当然也要杀了你 那这个是在小我的实相体系里面 可以说最疯狂最神智不清 也最恐怖的那个部分 那他说呢 这类的想法到底又有多可怕呢 他们只要看清 这不过是自己的一些信念 荒谬的信念 那么当下就能摆脱他的束缚 也就是说这只是一场闹剧 根本就是一场大幻象大幻剧 没有真的发生 那么一样 就死亡的信念也只是一个信念 死亡并没有真的发生 那么他说呢 你要让他们看到这一点 死亡并不存在 为了他们以及你自己的救恩 让我们现在就否定他的存在 就是 但这并不是说你把眼睛捂起来 然后就假装说死亡不存在 而是你要跟你内在圣灵去连结 然后让他帮助你去认清 死亡的荒谬跟虚无 那死亡只是一念 是这个念头投射出来 这个虚妄 而且是不存在的念头投射出来 才让我们觉得 心头压了这个一层阴影 一颗大石头 好 那么他说上主不曾创造过死亡 他也不可能会创造死亡 因为上主是永恒嘛 那么他说不论死亡化身为何物 都逃不出幻象之列 那么他说不论死亡化身为何物 这个何物可以是什么 那一样再看看那个第一段 他列出的那一场串 以及在奇异课子里面 被他称作是偶像 或者是特殊之爱的那些东西 都是死亡的化身 好 那他说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下的功夫 让他给我们一个机会越过死亡 看到他背后的超然的生命 OK 所以奇异课人所讲的死亡 指的是灵性层次的死亡 当然他只是一个死亡的信念 并没有真的发生 那么他讲的生命 也不是肉体的生命 指的是灵性的生命 好 那下面呢 我们一起来读读第九段这个导词 让我们来close这一课 然后呢 也就这个导词 帮助我们有死亡的 那个最深的孔 剧中操把出来 然后与上主连结 他说我们的天父 今天祝福我们的眼睛吧 我们是你的使者 只愿瞻仰你的圣爱 映照在万物之上的光辉倒影 我们只愿在你内生活 及行动 我们从未与你的永恒生命分开 死亡并不存在 因为死亡不是出自于你的旨意 我们要活在你无始以来 安置我们之处 活出我们与你 其众生共享的生命 他不仅效事于你 也永远属于你 我们接纳你的圣念 视为自己的念头 我们的意愿也将永远 结合于你的旨意之内 阿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